而ARKK的好處就是跌的時候跌得比較多 升的時候一定是沒有納子升得那麼多 所以我們覺得很多人買反向產品 買SQQQ三倍納子反向就行 其實你看看這半年 你看SARKK的整體升幅 不是這半年由它推出了這兩個月 這兩個月美股跌了很多 納子快要欠陷入技術性控制 你做三倍 其實那個回報跟SARKK差不多 既然都不需要做槓桿這樣的情況下 因為主要的問題就是 這隻ETF本身拿著很多 就是我們叫做會Bubble 是屬於Bubble的相關股份 如果它還拿著很多 好像蘋果、Microsoft、NVIDIA這些 我就覺得不會主張叫大家去撥它 但問題你如果看著 就是在十大次倉股份上 很多都是說Zoom 那些是疫情的時候很受惠 但當現時市場開始理性的時候 這些股份最大機會還是繼續有調整 會比較深一點 可能市彈也未必會彈這些股份 甚至一出業績 有些什麼差距像Tesla 自然會調得比較深 所以說直博率這件事就會比較高 什麼時候回答不到 如果你的心態上就是想什麼時候的話 真的不知道 投機部署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問題就是短線最底薄的確是你跌 所以你要去試的話 你可以在注碼上控制風險 那麼時間點就給你晶月 我們晶月尾的時候 我們再去試 沒有 可能下個禮拜已經吃虎了 可能是的 所以你問我什麼位置目標賣入 我最多給一個好少少的紫舌價 可能真的說一成左右 42、43元的位置穿了 那就先投降 但可能那些位置賣入才做 所以這些很難短線 就是用了什麼目標 你看看市場氣氛 是要自己消化一下 就說剛剛我講的那些東西 究竟是發表什麼 但是你說我之前說短線 最底薄或者最大直播 就是這類型的相關產品 或者這類型的相關股份